是要跟永平姐來討論分析 這回有人認為年底的選戰 北台灣綠營民進黨可能全國 你目前怎麼看這個關於北台灣 甚至呢有沒有外溢效益到全台灣 民進黨今年年底的選戰樂觀嗎 年底這個選舉 從大概半年前到現在的 可以說充滿了各種的戲劇化的發展 那現在看起來 我想今天中年新聞台 電視台做了一個很好的破題 就是說這個題目就是 蔡英文究竟發生什麼事情 蔡英文現在如何面對 這個艱難的情況 其實現在最戲劇化的這個選舉 從林志堅的論文風暴開始 真正背後在 政治上說明的是 不是要等到選舉後的結果 才會正式步入 蔡英文的跛腳時代 而是在選前 現在投票 差不多90天不到的這個情形呢 蔡英文已經面對 蔡英文已經面臨了跛腳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因為很簡單 以民進黨原本他們黨的特性 還有呢 那這樣的鬆動呢 那這樣的鬆動呢 並不是針對這些黨的提名人 而是背後 在2020年 民進黨仍然可以用抗中保台 所以民進黨的地盤就不穩 國民黨的盤子就大 而且國民黨的連任的縣市 是非常的穩 所以對民進黨各大派系來講呢 他們要搶奪 後蔡英文的資源 以及在市議員的部分呢 拓展地盤 如果不是在這個時候 此時不做 更待何時呢 所以換句話說 現在的這個2022年的地方選舉的這個局 就是民進黨的派系內部呢 在針對蔡英文的跛腳 還有蔡英文的獨裁 當時他在縣市首長選舉的提名權 把他沒收 他要完全以蔡女皇的意志為意志的 這個整個反撲 那要反撲在選前 會比反撲在選後有效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民進黨派系內部自己反撲的情形下 民進黨除了國民黨連任的縣市 民進黨非常不樂觀以外 連民進黨原本掌權的縣市 國民黨現在派出強棒去挑戰呢 民進黨都岌岌可危 特別是在北部 為什麼在北部呢 因為很簡單 整個台灣的政治板塊 雖然說民進黨 這個步步蠶食 但是整體上傳統上呢 北藍南綠的這個格局呢 還是勉強的維持著 那在北藍南綠的這種格局效應底下 綠營想要在北部站穩腳跟 本來以前叫做不可能 現在呢是有可能 但是你必須比較吃力 你必須要全黨非常的努力 要全黨的團結力拼 可是現在一旦全黨的團結不在 蔡英文的權威遭到挑戰 民進黨內部對他的不服呢 越來越明顯 蔡英文跟蔡系的少數人呢 英系的少數人呢 感覺上是孤軍奮戰的時候 然後雖然過世娘的結果呢 民進黨在北部的地盤就搖搖欲墜 那這個情況不只是說 首當其衝的桃園 包含台北市現在陳時中又爆發了 令人覺得都要替陳時中感到更小的 這個女側偷拍的這個影片 那這個影片的後續影響力非常的大 尤其是對於女性選票 因為大家知道偷拍的這種行為 還有這種模式 其實是女性呢 普遍的一個非常嚴重的心理陰影 而這個心理陰影呢 最容易發生的地點 一個就是廁所公廁 一個就是我們去買衣服的 是一間換一間 那這種心理陰影呢 隨著也有像熔爐這樣的電影 已經讓大家印象非常的深刻 感覺到毛骨悚然 包含各種的重大的社會事件 發生在全世界 也不是限於台灣 到處都有這個針孔攝影機等等的 這種問題早就是不同年齡層 許多女性的心理疑膩 結果你陳時中莫名其妙 這個團隊 有一點是說 故意去戳穿大家的心理最脆弱的那一塊 故意去刺激你 讓你覺得反感 讓你覺得不安 而這樣的一個很明顯的 是戳到了性別議題 覺得蠻不堪的一個部分呢 結果作為一個女性的領導人 作為一個女性總統 對許多女性來講 本來視你為光彩的 對你有所期待的蔡英文 竟然還來力挺陳時中這個情況 其實蔡英文今天要救陳時中 她不應該去力挺這個廣告 她應該全力的加以譴責 而且呢要求這個陳時中陣營 趕快進行檢討 這樣子還比較有可能止血 可是蔡英文親自去撰文力挺的後果 會使得陳時中這個問題雪上加霜 尤其是這個影片為什麼對陳時中很傷 不只是他的內容打擊到了女性選票 更重要的是呢陳時中親自入鏡去拍攝 那這一點說明了陳時中作為一個市長呢 完全是不合格的 他會讓大家認為說這個市長候選人莫名其妙 完全沒概念 那你怎麼能夠放心 以後把市政交給他呢 因為你認為這樣的市長 以後可能他會做很多決策 對女性不利 所以這整件事情 隨著蔡英文 她已經進入跛腳時代 隨著她的候選人都在個人 不管誠信上像林志堅或者是像陳時中 她的判斷力上面出現問題 那難怪整個北台灣感覺上是一面倒的骨牌 尤其是這些問題還會影響到 譬如說像基隆的選情 因為基隆國民黨所提名的謝國良也不弱 那北台灣大家是整體一起的生活圈 所以他會連帶的桃園影響到新竹 而台北會影響到基隆 是還要再跟詠萍姐繼續來請教 剛提到其實現在傳出在綠營內部 他們自己的群組裡面 對於這個陳時中 雖然這樣拍了整個免治馬桶的影片 被大家說這是外面很多爭議 但是他們自己的內部人 居然民進黨內部的人 還在很高興認為 這也是非常高的一個聲量 甚至還認為你看大家這樣子 反而是有個討論點 你看黃珊珊講話案都沒有聲量了 你看總統蔡英文也繼續力挺 看起來他們內部好像一點都不擔心 反而視為這是一個好像很棒棒的一個宣傳政策 您怎麼看 民進黨內部長期就有這種 男性沙文主義的傳統 那這個問題其實只要是稍微深入到 民進黨內部決策的人 通通都非常的了解 那本來呢 蔡英文她是由一群 比較堅持女性或女群運動的人 有在支持的一個對象 所以當蔡英文成為民進黨的 黨主席領導的人物 甚至現在當的總統之後 有一度呢 會讓這個推動 女性議題的人士 認為說民進黨內部的男性沙文主義 會不會真的有機會進行改革 但是就如同現在主持人所點出的 免治馬桶這種影片 對陳時中絕對的不利 甚至呢對於女性選票的一個非常大的打擊 可是民進黨內部 竟然還有人肉麻當有趣 還在那裡當成說 這也不錯啊 創意展現啊 讓我們的話題影響 那麼如果民進黨到現在 還如此的執迷不悟 其實就可以說明說 這種爛腳本 跟這樣的一個決策的團隊 到底是民進黨哪一些人決定的 民進黨現在的內部 並不是沒有主要的女性人物 在幫陳時中操盤 譬如說民進黨的這個立法委員 吳思瑶不就是也在這個 陳時中陣營的核心人物嗎 那你為什麼能夠讓這樣的一個 對於女性來講是生理上 會感到很不舒服 我相信不少女性看到這個廣告 是會起雞皮疙瘩的 當然你一個問題 打中到某一個群體 譬如說女性族群 會由衷地感到噁心 或者是起雞皮疙瘩 這樣的生理反應的時候 這個選票的福利跟打擊 是顯然意見的 民進黨的內部人 竟然還有人要粉飾太鼓 這也說明民進黨現在的選民 糟糕到什麼程度 海皇XO干貝醬 這款干貝醬呢 裡面真材實料 比方說它有這個嚴選的大干貝 那麼另外呢在這個裡面 你還可以吃得到這一顆一顆的這個鮑魚 非常非常的新鮮而且肥美 歡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798的代碼來上網代購